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科场的考试是怎样的呢 我们看看 当时的科场 市场 市场我们叫共园 乡市叫共园 即是考共试的园 一个地方 也叫考棚 越南 我们刚才说过 越南是用中国的科举制度考试 但是他们叫做试院 即是考试的试院 他用名称不同 都是开科取试的地方 共就是指什么 共就是指各地的寿主来到考试 就好像皇帝进贡他们各地的产物一样 即是进贡一些你的地方的特产 因为每个地方有不同的特产 这个人才都是特产 所以他们是上来上公的 所以就叫做公事 这个公园最早是由唐传开始 但是唐传开始有公园之后 这些考试场地到原来差不多没有了 但是有一个公园很文明的就是江南公园 江南公园就在南京 我先几年去南京大学交换教授的时候 都参观过这个 当然现在要收入长废才给你们看 这个已经做到变成游客景点 在秦淮河半 可以一起看完公园 跟着坐艇 游秦淮河 即是有这样玩的 我先几年去南京大学的时候 这样做过 现在还有江南公园 北京公园 定州公园 川北公园等等 都很文明的 这些什么文明呢 因为到现在 这些公园仍然有个位置留在这里 未来还有个位置 这个呢 当然 这个江南公园 就是中国古代最大的科举场地 我们就去看一个江南公园算了 因为我们只要介绍这四大公园 也有时间介绍 甚至北京那个 现在已经改了一座现代化的大厦 江南公园的位置 大家看到的 我圈着那个位置 你看看 藍色这个 圈着这个就是江南公园的位置 这是李香坤的故居 这个旧是王者唐前宴的王 我有去看过 那天去的时候 朱雀桥边野草花朱雀桥在这里 就是南京全部 就是这里 这里是孔子庙 就是孔子庙 旁边就是江南公园 那些是桃叶道 白鹿州的全部都是明星 另外一个故事 那些是另外一个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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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些传说的 但说到这个江南公园 又叫南京公园 又叫健康公园 又叫健康公园 最大的科舉牆 這是幾天開始有的 是宋孝宗乾道四年 即是公元1168年 就開始建了這個地方 清朝初年 南京就做了江南省的首府 所以公園一用 用江南公園的名稱 因為它是首府 這個地方大得怎樣 三十多萬平方呎 三十多萬平方公尺 即是很大的地方 可以同時考試考多少 兩萬幾天考生就考試 這麼大的公園 即是你也猜不到這麼大的公園 我們可以看看裡面怎樣 這個地方 各個地方的公園都是 嚴整或一的 即是差不多是這樣的 壁裡森嚴 你看到原來進來考試 這麼厲害 即是怎樣 即是說 相當嚴格 看得到一個 你看 如果離遠看 這些你不要以為和田來的 一堆爛爛屋來的 就是全部一堆的屋裡頭 那個人 幾十萬平方公尺的地方 不是很大嗎 兩萬的人考 所以每人佔的那麼多 一會兒你看到一個位置 你真的不去考試 辛苦到不得了 你會發掘 這些是一堆爛的防射 即是幾個號 譬如說 天地圓黃雨頭 不要在那裡數 你是天字第一號 天字行的第一個位置 即是這樣 自己坐在位置考試 即是這樣 這些是一堆爛的防射 大到這樣 離遠看 這個叫明遠樓 後面我們會放大給你看 這個叫明遠樓 在這裏進來之後 經過很多關卡進來這裏 市場 公園大門有三個 我們去看看現在的公園 當然 很殘破 因為現在這個是遊客區 所以他再裝修過了 那晚我去到晚上 晚上來的 想買票去看 他說還有 10分鐘左右休息 我現在不給 10分鐘都進去 還沒繞過彎就出來了 不給錢了 因為我去 剛才去南京參加過 一個 國際學術研導會 翌日又沒有空 所以終於沒有進去 沒有進去 但是在門口看了 就拍了一張照 他裏頭找那些 Secure 穿了 唐朝的服裝 在那裏看著 穿古裝做戲 拍戲 好像片場 太肉酸了 即是說太過假 你看 看看兩個兵 明經取是 為國求疑 你一看 這個明遠樓 三個字 中國古代最大科 考試 當然是現在加了 中國古代 江南共縣 叫做 交了錢就可以有 這個是 相片來的第二天 我終於沒有進去 這個明遠樓 好了 想進去那裏頭是怎樣的 江南共縣 剛才不是一粒粒的 如果是打側看就是這樣 你走下去 我再看多幾個 共用平面圖 就是這樣 你會發覺 剛才剛才那裏進來 那個樓就明顯留 進來之後 很多 就有 這兩邊就是那些 望樓 望樓 就像是瞭望塔 看著人有沒有作怪 一直 在這裏進來之後 志工堂 神堂 一直就是 考試 然後你的地方考試 這個叫做 離封鎖 試卷完後我們詳細講 先看這裏 將試卷全部封在這裏 封在這裏 讓人們 去改卷 這個制度很嚴密 搞定了 這個第一部份 就是主體建築 這裏是考場 第二部份 這是什麼 這是辦公室 辦公廳 考心不能進去 考心只是在這裏考試 後面就是 放那些 試卷 監考 或者什麼之類的 那些官員 就是進來全部的官員都住在這裏 如果你的試考一個月 就全部封了 一個月才准出去 即不准出不考 進來之後 一封關 就全部不准出去 即是沒有 作怪了 知道題目遞出去 被別人 沒有 一進去之後 就封住 大家在裏頭 是這樣的情況 整座平宴堂是這樣的 好了 明宴堂 龍門就是由龍門進入 然後見過明宴堂 又到至公堂 是這樣的 其實 你看 再來看 就是這樣 如果 1910年的時候 江南 剛才拍得很漂亮 其實江南公園明宴流 1910年的時候 是這樣的 這是公園考棚的 明宴流一直跋高 就是明宴流 因為看得很遠 給你們 這個 公園的考棚 你看到的房舍 下面那裏 一格格 其實是一格格 一格格 一格格 1900年的時候 是這樣的 這裏 明宴流 現在看清楚這屋 是吧 這是這樣的屋 一格格 1920年的時候 就改好一點 就改好一點了 用磚來蓋 就蓋好一點 1920年的時候 是這樣的 江南公的考棚 他寫著什麼號的名稱 你總之是醫治自己 考那個 這些地方 有個名稱的 蠔蛇 即是有勢 砧把的蛇 你看到有一個人站著 看到有一個人 看不清楚 這是人 這是蠔蛇 編了蠔的 防蛇 每人就佔一格 一條柱一格 只是看不清楚 不 待會有些圖給他看清楚 他的女圖 考棚 這是後來的公園有悲流 這些是後來的 未考之前可以坐到等位 這個在 日本一本書上有記載到中國 以前他畫出來 中國的考牌是這樣的 日本書上有記載 我們中國的情況是這樣的 這個也是 講過了 現在當然了 江南 現在我們如果要付錢給他看 不見了這些 但他再裝修過 再裝修當時的款給你看 就是這樣 看 一格那麼大 你看到上面有塊板 如果看你這裏 你會見到 那些考生日頭 就坐在這塊板 這塊板是桌 就坐在這裏做事 寫稿 晚上把這塊板托起 鋪到下面 變成床 就是這樣 就是這樣窄窄的 比劏房更慘 就是這樣窄 看 那位置 看 那位置 畫那款給你看看 就這樣了 看到嗎 如果真真正正的 又要 現在給遊客看看 看看當時情況如何 就是這樣 看 腳都不直 膝不直 讓你睡覺 就是這樣 坐在那裡 把板放在下面 這樣做 明白嗎 就是這樣 好了 在這裡 你們看到很多 是什麼來的 知道嗎 這對 在冥冤頭部分 做了很多這些缸 這些缸 其實現在反轉了 應該是水光 不過現在突然積水 所以反轉了 平時不考試就反轉 到考試期間 反轉它就入滿了水 為什麼 不是喝的 是防火 為什麼 鎖大門去考試 一火災就大件事 在那裡幾萬人 所以最怕就是火災 最怕就是著火 但是有時候經常發生 為什麼呢 它有考試的時候 它是點蠟燭給你 就是說你二萬多人 二萬多枝蠟燭 才能有之燒著 所以是預備救火 當然 灰水居身 如果火災就靠這些水 也是死的 要塗水去潑 就是這樣 但是你不要說 公園著火事件很多 例如明朝正統三年 抽市的時候 第一天就著火 這次可以說 在科技制度裡 火災最嚴重一次 最嚴重一次 最嚴重一次 就是在明朝天順七年 春是一個夜晚 突然間火災燒燒死了九十幾個考生 燒死了九十幾個 那時候是明英宗時期 就是土木寶之役的明英宗 明英宗結果 他們真是慘了 於是死了之後 死得那麼慘 怎麼呢 皇帝竟然一人刺 一人刺口棺材 用什麼棺材 算數了 那些棺材 埋葬在朝陽門外的胸底 立個碑 天下英才之母 那些死了九十幾個 如果是明知不合格 就是今天就撿到了 本來不合格 現在變成天下英才 死了之後 可能他真的考的時候 不合格也不一定 後來人們就叫這個墓 叫做舉人寵 全部都是舉人 因為他舉人才有資格 去考省市 好了 公園後來屢次失火 我說不改見了 所以到明朝 萬曆年間 明神宗的時候 張居正做宰相 大學士張居正 向皇帝提議 拆了就不要用板 全部用什麼 全部用完磚瓦來結構 就是這樣 剛才那些磚瓦結構 你會在那個墻上面 就是那個間隔的墻上面 用磚來建 剛才你看到那個已經是後來的 墻那裡很有趣的 他建磚的時候 他上面那裡有塊磚凸出來 睡覺那裡有塊磚凸出來 這樣就可以當成格 就是把板扭進去磚裡 扭住 就是用這種方式 就是相當 就是這個 張居正有資格做室內設計 就是多簡單 就是這樣又做床又做桌 就是這樣做出來 好 好了 那為了 為了 為什麼用磚瓦呢 就是燒的時候沒那麼容易 就是燒了一塊板 不會燒在旁邊 如果用板間就整個 整個爛爛燒 所以 到清朝 剛才我們看的清朝已經改建過了 清朝乾隆年間又將它裝修過一次 所以 乾隆自己親自去看過一次 就是要在歷史上看到它 看過 後射 剛才看的後射就是這樣 那些後射 每人一個房間 那你說實際多少 樣子是不是真的 深是四尺 闊是三尺 堂尺 三尺闊 深是四尺 就是這樣 考生自己戴上文具 戴上衣服 戴上皮 好像半屋一樣 戴上衣服 戴上吹具 食用的東西自己戴上 食物 雜物等等 全部自己戴上 大家戴這麼多東西 很容易滑 於是又要檢查 最後一個口心檢查 有多煩 檢查完之後 點圓卷了 一進入了之後 封門 封好之後 日間考試的時候 好像剛才說 將一塊板放上來 就是寫東西 到晚上就放在下面 就作為臥鋪 但是小到考生最多 都是屈腳在那裡睡 就是你看到的情況 就是這樣 好了 其他那些 剛才我們說的公堂 公堂就是那些監考性質的官員 那些秦場 那些提條等等的官員 去住那裡 那第三個 再入的部分 內廉那裡叫做 內廉部分 就是那些內廉官 就是屬於政策組的 月卷員性質的官員 包括主考官 房考官等等 就是剛才三級 就是第三個部分 屬於月卷的場所 好了 就說開考了 一開考 入場之前 很緊張 全部都站在石嬌 手伸 就是每個人都在手伸 那些官員都站在等手伸 那些考生 每人就帶過 就是自己的工具 帶過皮箱也好 拖箱也好 有一個東西也好 不管你 你看這個 上面是不是寫明 你看 有一個名字 每個人都寫下 楊增生秘 這是他準備的東西 楊增生秘 如果你說 手裡有什麼東西 你不要罵人 你這個東西 明白嗎 就是這樣 有名字 這個當日是新的 現在再做過 給你看 其實當時的東西就是這樣 因為沒有人玩過 那樣的東西 又是考試 明代檢查是很嚴格的 考生站在這裏 解開衣服 你手 按一手 還有脫鞋 好像去美國入關 美國入關 要脫鞋 脫鞋 左手 拿著筆掩 右手 拿著布襪 襪也脫了一秒 這樣檢查 兩個手捧著東西 給你檢查 看看還有沒有東西 就是這樣 等候點名 點完名之後 由兩個軍人 就是負責守身 由頭髮 看看有沒有藏在頭髮 因為他們梳邊 有很多頭髮 從頭到腳 清代更加嚴厲 因為清代的頭髮多 鄉市為例 下面經過兩道門檢查 檢查一次一次 考生的開襟解密 脫鞋、衣服、器具 全部都抽查 因為由於衣服和帽 是最容易夾戴工具 所以通常是收這些東西 所以規定考生的衣物 全部不准夾層 即是你說我夾層夾在中間 你怎麼看到 所以全部不准夾 這衣服是單衣服 天冷凍死你 真的 如果你那個是棉納那類 一定要除了棉 還要沒有你的 看到了 那些乾糧都揭開來看過了 如果發覺你 就是進去 被別人的門口 即是第二次檢查 都發覺你有事的時候 第一關檢查的人都有罪 因為他放你進來 即是他搜得不嚴密 被第二關搜到 第一關搜查人員都有罪 即是嚴格的感 還有 用的方法是甚麼 如果你捉到一個作弊的人 有三兩銀獎金 那些警察當然 老虎在搜到你的手都發達了 當然是拼命搜 即是像大陸以前 誰捉到交通為例 那個警察有獎金 當然是拼命看 如果不回來 我當看不到書 快來做事 快來寫告票 他現在不是 你有份 當然是拼命捉 如果你說 香港誰捉到劫匪 他劫到的錢 是你有一半分的 我想警察很耐力 即是好過身水 即是這樣 用這樣的方法去獎勵 好了 一進去檢查完之後 考生進去 進去之後 還要查 那個所謂準考證 這就是他的準考證 他有準考證 每個時代都不同了 這個準考證是怎樣的 面型是方的 大哥 怎麼叫方 難道拿個尺度 差不多 很離譜 因為他沒有相機 沒有相機 面型是方的 面色是白的 剛剛喝了酒就寫 你寫你的面白 為何你的面紅 那就大件事 這個名字是印寶紅 印寶寶 那個名字是名字 身 即身材中等 有武鬍 其五官 有痴疾之處 昆耀著名 寫明 如果有枝 有粒墨 全部寫得清楚 等人查得清楚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他們的 進去的準考證 這些是進考證 看 第二個時代的進考證 光瑞年間的進考證 這個 這個又有另外一個 我儘管給你們看看 沒有什麼 好了 明朝的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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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畫出來的 科舉市場是這樣的 畫得漂亮 這個是 哪裡有這麼鬆動 說真的 這個是清朝畫的 在等考試 畫的 跟實際情況相差很遠 我覺得 這些文人多大畫 這些畫畫佬 斷畫一通 這些畫畫佬 自己沒有去過考試 明朝畫電視 即是 在上電的時候 是這樣的 如果你進去 現在的公園 那些所謂的 那些所謂的 所謂的 那些所謂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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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謂的 那些所謂的 那些所謂的 下面的 那些考生就坐在那裡 對著皇帝 對著考試 就是這樣 那當時的試卷又如何 給試卷看看 這個清代會試的試卷 這是第31名的試卷 你知是光碎20年會試的題目 這張 卷的題目 題目很長 這張 開卷簿 就是看完之後 那些人要簽了 簽收你方試卷之類的 這個 你看 當時的考試人寫的字 這麼漂亮 或者管國體 或者台國體 就說 經過考試那些字 因為你寫一筆一筆 如果畫刀 有時候 有時候 衰在你都怎樣 因為我們今天沒有說這個問題 就是庇位的問題 假如 那年 譬如說 康熙年 你考試 那你要寫一個圓字 因為康熙的圓孽 你忘記了 我哪裏 黃帝叫什麼名字 都忘記了 寫的時候 作文的時候 撞到那個圓字 你寫這個圓字 你死了 那整張經驗不合格 那要怎樣 那要怎樣 那一定要用個圓字 如果我們 天地圓王 那要怎樣 圓字 那怎樣 圓字就 在清朝的時候 圓字的秘位是怎樣 不點就有個點 那要點下去 你就糟糕了 你用這個經驗就廢了 所以 考上你的聆不聆目 這些東西 很多時候要秘位 尤其你看清楚 不光是皇帝 你連皇帝的老爸 爺的什麼名字 都記住他 記住你平時練習的時候 凡是你撞到這些字 就要不要用 或者是改改 不畫 減少不畫之類 就代表那個字 就是有這樣的規矩 當時 這些是忌諱 忌諱的規矩 好了 你看 總之這個字 要漂亮 你看 這張圍詩就是豬卷 第一名 審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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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個人是他的卷 你看 哪個批的 哪個取的 哪個什麼什麼 全部寫了名字 簽了字 很嚴格 這個就是考試之後 合格的名單 第一名 哪個哪個 筆軟 這個很文名 稱之筆軟 和文治也很文名的 如果你現在去故宮看的時候 看到和文治的字在那裡 故宮裡頭 是是是是 就是 這個慈禧太陽時代的官 這些 合謀文名的官 這些官 好了 考試去頭 這個不是電視 不是經濟 是鄉視 鄉視 外面都填了大的 考試規則在那裡 貼在矮上不讓你看 要身家清白 叫什麼 非昌憂做帝的子孫 即是你的祖先做過昌憂做帝都不行 做過玉卒 做過昌 做過憂 做過憂 昌是極 憂就是棄子 即是做過戲的人都不行 還有未居父母之喪 都要開具寶傑 即是寫清楚 即是叫你這樣 要不然就當你作弊 鄉視的字題 看看 這個是 這個是雍正 其實是四川鄉視的字題 液經 書經 詩經 青春秋經禮記 是嗎 考題五禮的 那些題目 鄉視 提名錄 提名錄就是說 得獎的人名單 合格名單 這些 這是誰 我特意圈著誰 是誰 恩科福建鄉視提名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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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奸林官是誰 提條官是誰 提條官是誰 主持這次考試的 全是負責人 都簽名在這裡 他們做出來 要交給皇帝審核 這些 都把圖章都吸收了 你看看 很嚴格 這是第一名 這是誰 趙炳宗 這本來 我是有一份趙炳宗的試卷 他寫試卷 的複製品 這麼大份 現在當作是一件東西賣 一人送給我的 本來上課 我帶回來給大家看 但因為錄音 錄影 我就沒有帶回來 趙炳宗很文名 所以我有那份東西 所以有些題目 例如說 我會說到 帶大家去看故宮 故宮的館 即現在北京的故宮 那些我又沒有辦法 如果要錄影 我就不說 我會選擇其他題目 因為那裡 我有一個 由這個拖路 那邊這麼大的 一個 故宮的 模型的書 全部動得起 怎樣經過 哪裏 哪裏 沒有了那些看 你又覺得 上課也沒有意思 即是說 我要帶你 因為故宮 由頭到尾 怎樣 所以 有些題目我會 即是說 如果日日 還是錄影 我就先說 如果有實物看的東西 我就會留待 遲時再說 好了 這是趙秉宗的卷 這是狀元 萬曆二十六年的狀元 第一甲 第一名 記得我們說三甲 三甲 三甲 第一名 第一甲 第一名就是狀元 你看這張卷多漂亮 這些字 一眼看 不得五大 那誰來呢 沒有想拍 不過有人畫了一張 後來他做了大觀 這就是趙秉宗 畫了 因為那些刺卷不是流那麼多 現在很多都散失了 趙秉宗那些卷是不知為什麼 所以現在在歷史上 在磅肉館頭 是最完整的趙秉宗的卷 所以周圍都看到趙秉宗的卷 這個是陳本宗的卷 你看 如果放大字 請你看他的字 筆筆的 你叫我 我不用考了 這些字 下印了 現在印書的字粒 都是人寫的 就是那些人寫出來的 這個是第三甲 第三十名 你看 剛才說是第一名 這個是三甲 那二百多人裏頭的第三十名 已經 都寫字這麼漂亮 出去街邊幫人寫信 都發達了 這些 為什麼考藏員 你看 陳本宗 是乾隆三十四年 剛才那個是明朝 這個是清朝 這個是黃蔭淮的電視卷 不是一個這麼漂亮 一個都這麼漂亮的 你看 這個是尚取第三名 高度 高靈文的卷 這個是黃衍商的卷 即是各個卷都不同 但是各個都這麼漂亮的 好 剛才我們不是說 寫完卷之後 封好它 封好它 等好它 這個 我們有一個名稱 叫做什麼 考試規則 因為宋朝是不同的 有些 宋朝初年 一年一次考試 太宗太平興國之後 就改為一至兩年才考一次 人宗的時候改為每歲一共 英宗的時候是三年一次 那三年一次 自從宋英宗改了三年一次之後 從此之後 元朝明朝清朝都學它了 三年一次 進去之後 有鎖院制度 鎖院就是剛才說的 全部封關 有人 有時候考試 你以為考得什麼 最長的試過一次考試 考五十多天 困在這裡五十多天 現在困在香港 幾十天 你都鬼散吵 我都去旅行 那時候困在一間屋裡 困在一個市場 五十多天 就是這樣 好了 那考試有什麼 有胡明濟 胡明濟 就是說 拿張紙 是簾了你的名字 即是那些考官 改捐的人 不知道這張卷是誰 但當然有古惑出的 有什麼古惑呢 我 逢是寫哪個字的時候 那一畫是這樣寫的 即是 如果作弊的話 給考官 我知道是誰監考 又不准看名字 不知道哪張卷是你的 那就要寫一些特別的字 或者什麼呢 我開始 第一句 一定是說 神不然 那個就是我了 就是出了這個古惑 那時候大家鬥想這些古惑 就是這樣作弊法 但是 始終它是胡明 就好像現在的卷都是胡明 根號碼 現在我們考試 胡明就是 將名字是蜜蜂 蜜蜂 蜜蜂完之後 我們說所有卷 還要拿去蜜蜂 是吧 現在我們高考的試卷上面 有一條 即那些試卷上面有一條線 有一條蜜蜂的線 全部是蜜蜂在這條線之上 看不到的 即是唸蜂 現在的大陸的高考就是這樣 即是我們現在就靠號碼 他們用整張卷這樣 就是這張卷 有一條線 線上面那些 就揭不起來看 改到下面 揭爛了人家就知道了 上面寫了 後來都知道了 這條蜜蜂線 就是根據以前的科舉制度 那種蜜蜂制度 蜜蜂制度 那時候有一個蜜蜂鎖 所有的試卷都搬去蜜蜂鎖 鎖好它 鎖好它 鎖好不讓人看 即是進去這樣 好了 那就 但是剛才我說 我都很狡猾 因為我和你好死黨 或者我從小看到你大 或者甚至這次適合我自己的兒子 是考的 我當然認得你的字 所以 還有這種制度就是什麼 除了蜜蜂之外 還有藤綠 原來把那些卷全部搬去 然後裏頭怎樣 找一群文人 全部搬去抄過去 改捐的人 只是改抄份那份 即是你連認那些字都認不到 明白嗎 是的 就是全部用這樣的方法 使用很多方法去制止這些漏洞 好了 那幾個字 我們再講這件事 關房和舞弊 即是剛才說很多關房 又要這樣又要這樣 但是 你有你的關房 我就可以摸我的舞弊 我們一樣有辦法出到古惑 是不是 因為 那我舞弊怎樣呢 我們知道有很多種方法 有一個行卷制度 大家知道 行卷 記得我剛才說嗎 考生為了要當權者 知道自己有那個名望 即是先做到自己的網紅 先 等你認識我 一看這個人 原來是你 立即行 尤其是唐朝 又沒有活命 又沒有什麼都沒有 一明知是誰考試 但是 即是對你好印象才好 好處 印象好了 那這就是行卷制度 我剛才說的故事 白居易的故事 因為那個師 那個 其實白居易剛剛去到 就照誰 唐朝 當時有個私人的顧放 說真的 現在才知道 顧放 誰叫白居易來 但是顧放就很奇怪 文名 那時候 白居易年輕人去到 京知長安 那 請送行卷給他看 他說 這個地方的米價很貴 在那裡住不易 居之不易 在長安 就輕視他 看小他 顧放 誰不知一開卷看他第一篇 野火燒不在春風吹後生 立即是大為讚嘆 於是白居易 聰明 聰明 居天下的意要不要說居長安 凡是當時整個長安人都知道 有個人叫白居易 這些就是 出了鼓畫的東西 很自然的東西 大家都知道白居易 但第一改變就是白居易 你還敢說他什麼 所以你知不知道 我 教編輯的時候有個這樣的習慣 編輯 你猜出哪個書呢 那一年 出了高行見的書 第一個拿諾貝文學獎 給了編輯 這集不敢改 他拿諾貝爾得獎 這次又怎樣 我理得他是誰 他錯了你又改 明白 我教編輯的時候是這樣的 故意給他們一些名人的卷 有什麼錯 改完之後 老順 嚇死了 老順 我改錯了 為何不能改錯 老順沒有錯 有人震驚於他 明不明白 就不敢改錯 一樣可以錯 以我們的立場來說 我不管你是哪個 我不管你是哪個 有什麼文名 你有錯就錯 我有足夠證據說你錯就錯 我一人改你 以前我在博弈做的時候 林彦來 不被人改了 改了 鬼散了 馬先生你搞斷他 我又出去 跟他聊兩聊 不敢出聲 我改了他不敢出聲 大家那麼高那麼大 就不敢出聲 你看見你的編輯仔 是實質的 有這樣的情況 所以 跟這些情況差不多 聞了名字 沒有人敢說 不如 聞了名字 不然考試你說他不合格 就好像實立價 這樣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 所謂行卷 第二樣就叫通綁 通綁就是說主考官在考試看卷之前 根據社會名流親戚之類 通知了你 我什麼什麼 我小就來考試看 給面子之類 這些就是通綁 第三樣 剛才我們說過的 公戰 公戰就是說 主考官可以 有些覺得 我推薦他考的 即是我推薦別人 你都說他不怎樣 即是那類 這些我們不要說這麼詳細 還有第二種 就是互通關節的方法 互通關節就是 打好考試官的門路 就是有些幕後交易 付錢也好 什麼也好 即是有這樣的情況 甚至有一個故事 宋真宗的時候 漢林學士楊益 在考省事的時候 就叫了所有來經應事的 尤其是自己同鄉那些 他當大家同鄉 請你來吃飯 表示接待 其實就是鼓劃 即是想自己同鄉的人獲獎 即是得考試合格 那些女兒趙去舉止問 問問楊益 你今天考試怎樣怎樣 什麼之類 就問一下 楊益一聽完之後 就馬上問我貼紙 這不對 就說 屁有哉 忽就而去 講完三個字 就說 好想問他 被他罵 碰碰釘子 碰釘子 聰明一聽 就知道他什麼事 聰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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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樣 到考試的時候 在文中全部用了什麼 庇佑了這三個字 我一看庇佑就是 那天有份來吃海餐飯 那天就知道這三個字 即是說這些我自己有了 這些就是鼓劃 即是他罵他 罵了個字 但他當日記的時候 表示暗示 我就是那天其中一個 聰明 聰明 那些不聰明 那些不敢 聞不出聲 就算了 其實那三個字 就是貼士 在古今 世文類聚這本書 有講什麼故事 好了 這些 權神宦官經常明目張膽 明武宗正德連姦 正德王 都試過 那時候的太監 是劉瑾 劉瑾 將五十個人的名單 交給他主考官 給他五十人名字 即是說什麼 你五十人我放了水給我 你搞定他 他就說主考官沒有找我 劉瑾是太監 你知道他很重要 指定要錄取 那考官又不敢違抗結果 糟了 他竟然選了這些人合格 那怎麼辦呢 無端端現在流 最後才多拿五十個人名單 結果就 強硬是增加五十個名額 給他五十個合格 即是有這樣的事情 這件事也在歷史上有記載 好了 最後一次 最後一個 就不是關字 是私自夾帶 即是剛才所說的 雖然你守得很嚴格 一樣可以作古怪 讓他們夾帶點看好嗎 哈哈 這件背心 麻煩你看看 哇 你不要看我 你放大看看 全是智 全部把四書院經抄了 我們說過 剛才有些考經學的 懂得念書也可以 那些臭小子懶得 連讀都懶得 真的抄下去 這麼好心機抄你 不如讀吧 哈哈哈哈 是不是 但是 我們會懷疑 為什麼你這麼好心機 做這些事情 都會去 留時間去 讀都讀了 其實不是的 根據我的研究 我自己的研究 沒有事實根據 你們可以寫給論文廉價 是不是 根據有人抄還是賣的 這些 我就覺得是這樣 要不然你考心 這麼好心機 這麼好眼 麻煩你 讀好過 讀好過 讀還沒有辛苦 是不是 我懷疑這些 這些東西 就根本有得賣 多少錢錢 是不是 去淘寶找 哈哈 買回來 就可以夾大 你看 細節都這樣 你看這件 你不要以為是什麼 字全部 穿什麼 沒有紙 沒有東西 他寫完衣服 你不要去扶 他不知道 當然他有時候 懷疑的時候 叫你脫出來看看 就知道 但是又被他火關 這些是搜出來的 是以前歷代 考試搜出來 這些是裝物 現在傳在博物館裡頭 在科學博物館裡頭 有這些 你看 整件衣服都抄到 好 試了兩次 有人看到 下一次 搜衣服 他搜衣服 我寫在蜜上 對蜜上 寫在那裡 你贏了脫下 沒有人理會他 兩萬多人在考試 他脫蜜睡覺 你不給他嗎 倒不行 鞋子有夾戴 你看 鞋子 因為他為什麼 他找鞋子遮著 他脫鞋子都沒有 你看不到 其實他拔起鞋子 然後藏在那裡 藏在那裡 藏在什麼 你看 你說我連鞋子都拔給你看 他 他夾戴在內裡 蜂蜜 你看不到 除非你撕了他 看看有沒有夾戴 你說是否有得賣 如果不是有得賣 那麼有空 寫一本這樣的經 你看 和他的手臂 有五單一本 要什麼都可以賣 什麼牌子 就是 編一本經都可以賣 寫在這樣的情況 你看 放一尺 你看 你看到整本書 抄得這麼實際的本 三十二萬字 這本書 這本 這本 出貓書 寫了三十二萬字 寫了二十條史詞 你看到 有多少個 一二三四五六七八九 九個CM 整本書 攤開只有九個CM 多小 這本書 寫了三十三篇文 這本書 寫了三十二萬字 這本書 真是恐怖 這本書 寫了 這些是什麼 這些是考試備忘便纜 什麼是備忘便纜 就是說 第一個 史題四十二篇 寫了四十二個題目的 Model Answer 都寫了 抄就行了 Model Answer 做了給你 如果撞正問你這題 你就這樣回答 這本書叫做備忘便纜 就是現在考寫天書 是不是 就像今天會考天書一樣 二十七萬字 四十篇有二十六萬字 那個史題三十四篇有二十三萬字 除你買鋸魚餅 壽中下叉也這樣賣 就是這樣 我相信是賣的 肯定是 如果不是 寫一本那麼多 你看 十三個詩音 攤開都是 一本這樣的書 打進去裡頭 就說 你看看 什麼題目 就找哪個題目就差了 就是這樣 做了題目出來給你看 你看 二十篇二十篇十八篇 那些試卷 就是有賣的試卷 這些小款的一萬多字 這些小款的東西 就是這樣 這些就是自己夾大 除了夾大 曾經試過一個好笑 清代一個大著名的文人 朱兒磚 大家聽過這個人 朱兒磚的兒子 不是他孫 就是朱道孫 朱道孫 朱道孫的考試 一入場 哎 戒掉樓 手都夠了 你看看 他已經 他的老爸 不是 他爺是朱兒磚 很文名的 一個文人 好了 已經不太敢搜他了 就是這樣 那樣 個個都隨便放銀孫 他又不是 其實他是夾大 但是當他入場的時候 故意解開衣服 有沒有戴東西 他說有 我夾戴了很多東西 都在我的肚子上 就是表示 我都在肚子上 就是這樣的意思 那些人以為他開玩笑 哎 算了 其實他收藏了酒 這個人 其實他是鼓吵 膽膽 人家就夠膽地說 說句笑 以為真的 這樣 這些是自己戴 還有一種 最後一種 就是善代 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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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找人代考 我想大家在歷史上聽過 因為沒有想像 通常不是 你報什麼名去 找過 甚至找過老師去代考 在歷史上也很有趣 有很多名人 專門幫人考 是合格的 自己考也不合格 他家山無福 可能他風水不合格 總之 代人考一次次都中 自己考就不中 就是有些這樣 善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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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八次就搞定了 他差八次就想到怎寫 所以他叫瘟八叉 這個是替槍攻守 瘟靈雲這個是當時的 你看看唐師你也知道這個人 是當時的死妃仔 用現在的說話說 好像當時的唐師的死妃仔 他是很有才能的 但他專門幫人做槍手 有自感的事 當年他說 因為他寫師傅寫律師厲害 說他差八叉就可以立刻 做一手八言的律師出來這樣說 宋明時期很嚴格 一發覺有人退槍的時候 罰得很重 重又如何 不單止會脫掉你的科命 而且重要的是 將你去窄樹邊地 整個新疆手邊界那類的 就是很嚴格 明朝也是宋朝也是很嚴格 明神宗萬曆44年的時候 有一次有個考中了會員的 一個沈童 這些東西不太行 其實他的事件多數是他隔壁位的人幫他寫的 大家一起考的坐在旁邊 寫完之後給他就很容易通了 這些事件 那個人想著不考就不合格 是給你的 就是這樣都代他做 趙明揚坐在旁邊幫他做 事情敗路之後 兩個都全部是守邊疆的 就是樹邊去了一千多里以外 就是這樣 就是有很多情況 甚至到清朝也是 有一個舉人的松民組 他混入了市場 代替一個叫岑照的人 是寫完全部三場的事件都去寫的 結果這個岑照鄉視 第一名 後來事情敗路之後 這個岑照跟芝州 芝州的葉道和全部被處斬 就是代人寫的那個和監考的都要處斬 不是 就是那個考生要處斬 而那個槍手代人寫的那個松民組 就搞監後 秋後處決 他老爸也要罰 罰什麼呢 他老爸罰了五萬兩 我想知道當時多嚴格 就是這樣 好了 最後一樣 除了善良反人代之外 還有一樣就是什麼 無藉 就是一樣的 第四樣的鼓劃就是無藉 無藉就是什麼呢 為什麼要無藉呢 無藉就是 無充別人的直觀 為什麼呢 可能第一 他在家的時候 在鄉下的時候 做那些作間犯科 或者大壞社會風氣 被貶爲削爲平民 或者不准參加考試 或者 總之有個案底 那他就是 本來他是廣東人 他到考的時候 我是廣西人 明白嗎 就是每個地方有什麼 人家是廣西就是廣西 廣東就是每個地方 考完鄉市 再來考省市 但是他又不是了 假裝冒充別人的直觀 去考試 就是有些這樣的 亦都有些朝代是怎樣 每一個朝代限制多少人 就是說你每個地方 先選了10名過來 那我很壞不壞 我這麼胖的考試 就是我們這裡 大多人考了 幾十人 十個位不夠 於是他那裏呢 那個地方人少 又有十個名額 那我去那裏 冒親那裏就容易出 就是有份參加 就是用這個方法 就是改變自己的原本的直觀 明白嗎 這樣的無跡 這種送到開始有的 但是不是很普遍的 因為 到了明代的時候 我們講過 因為 所謂 在魏晉南北朝的時代 因為所有的文化藍耳 衣冠藍道 都過來了 北方的人就 讀書不夠藍方人厲害 但是以前所有的文化 都在北方 因為一到衣冠藍道的人 過了江南住之後 那些人已經把文化 帶了過來江南 而江南本身的先天條件 比北方好 因為物產豐富 氣候溫和等等 所以那些人 立刻的文化高漲 以後考試 逢是 考慮這些狀元 考這些事情 北方比南方 不是 南方比北方 北方永遠都沒有考到 後來那些人就 我們永遠北方不用做就行了 但是有些朝代 宋代搬過南方之類 他們覺得 如果再不籠落北方的讀書人 可能北方的人就不喜歡我們 這個政府 於是不要了 不如將它分藍北卷 南邊的人一張卷 北方有一張卷 等於現在 現在也是的 你是漢人考試 跟少數民族考試是不同卷的 因為如果不是英家 當然是漢人厲害 考生事 那你永遠都漢人考得合格 我們 少數民族不合格 那麼少數民族就不服你了 那會不會造反的 所以現在中央政府都是 大家不同卷的 或者是同卷也好 是不同分的 給低30分 底分的先 就是考得30分有60分 你考得30分就有30分 他考得30分就有60分 就是這樣平衡 那時候又有南北卷 那南北卷 北卷是容易一些的 我本來是南方人 我就強硬說自己是北方人 考將容易一些卷 明白嗎 就是這樣有無籍 明白嗎 就是用這個方法去吹鼓劃 那 那 有一個例子 說明代中 就是景帝時代 景泰年間 在鄉市去頭 有很多人 在歷史上有記載 尹誠 王孩 陳奕 龔會 王衔 李徐 李森 这班人因为务迹去考 所以代宗被代宗发觉了 代宗全部收拾他们 捉到刑部去问罪 是有这样的情况出现的 这些就是所谓的 我们刚才说的所谓舞弊的事件 舞弊有四样东西 有行卷 有通膀 有弓箭 这些属于搞关系 第二类是胡通关节 第三类是狮子夹带 学生自己来的 自己带东西是古惑的 第三类是善代 第四类是慕直 有这样的方法 考试当然了 大家知道了 考完之后交卷就可以走 那些卷就封了 如果某些朝代有腾禄的 就开始被人抄 抄完之后交给考试官改 如果没有腾禄的朝代 就直接改 但是有胡明 胡明就是遮住名字 他们不知是谁 即是各个朝代不同 这个不会详细研究 不过只是有这样的方法 改完之后 接着就到放榜了 放榜是怎样的呢 今天可能都不够时间讲了 至于放榜是怎样的呢 放榜之后又怎样的呢 落榜又怎样的呢 还有全中国 最后一次的科举制度 最后一次的科举制度 清朝 1904年 慈禧太后 70岁大寿的恩科考试 就是全中国 行一千三百多年 最后一次的考试 那次是怎样考呢 考了之后 还有 中了状元绑眼探发 几个很有趣的故事 那几个故事 就和香港都有些关系 这件事 还有 我们讲过 在新界錦田 什么地方 还有些考科举制度的遗迹 就是说 有些考过市 下来香港 对香港 就是有些乡下地方 还有些遗迹 那我们最后一次 就是下一次 全部都讲完这些 就是 纽红之后 不讲科举 太久了 我都后悔讲了一个 这么大的题目 就是讲完这些 之后我们才 下一堂如果是 下一堂是九月 这堂是八月 到九月那堂 就会 应该讲完这一次 到十月 就会讲 会讲这个堂代 聖堂时期的 学者和学霸 应该考试考得好的 就考得不好 但是很厉害 但是有些 就考得很厉害 但是平生就 平平无奇 没有什么 就是 就是 这样 那再下一堂 即到十一月 我们就会讲这个 我们希望是讲这个 中国的 计时议器 计时议器 我做了中国 开议时用什么 有些人说 咦 现在不是中标 看标 中标一直以为 西方法明 不是中国法明 中国法明 所以我要讲中标 最初的中标 是怎样的 然后还有一个 我会给大家看很多图 现在在故宫里头 有一个叫中标馆 给钱给你入 给你入 都是看部分 我会将 外国所有送来的 中标的 很多古灵英华的 宗 送给自己的客人 给你看到外国来的 宗 但它怎样做回来 由于我学过去 由到十月 大家去故宫游览一天 整个故宫 介绍了 我的图都整出来 整好了 就完了今年 好